我就请专人跟您联络 看怎么样取得您的药局处方签去帮您领 今年初新冠肺炎防疫疫情拉警报 人口超过40万人以上的新北市中和区 将近上万人居家检疫 为使检疫民众安心 也让居民放心 中和区号召500多位志工 成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 再加上其他积极的防疫作为 受到国内外媒体瞩目 包括日本NHK 德国之声相及报道 防疫积极表现 再加上中和区公所连续获得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举办的 台湾健康城市 即高龄城市友善城市肯定 今年在以防疫为主轴 建构韧性城市具备的全方位私粮 以防疫社区新思维 防災建构好韧性主题 获得台湾健康城市韧性与创新奖 并获邀在颁奖会场上 进行专题演讲 那今年的新冠肺炎里面很重要 国外有很多封城 那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 新北市有一个兵器推演 那综合是用封城的一个演练 所以我们针对十二管道做封城前的宣打 防疫 防灾 还有低碳绿能 节能减碳 那水环境 水资源 还有就是文化跟高龄化了 这样的一个七大议题 我相信这七大议题 对整个综合建构一个 任何災害的容忍力跟回复力 我相信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特别是今年是全世界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蔓延 非常的严重 那综合也今年以这个防疫的新思维 社区防灾的建构一个任性城市 所以在整个议题设定上来讲 我们今年很重要的 就是在整个防疫的作为 中和区去年荣获台湾健康城市 暨高龄城市友善城市敬老奖 今年则因防疫机制完善 成为基层防疫标杆 全国任性城市的新榜样 将争取明年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联盟奖项 及永续城市的双目标 不仅要让世界看见台湾新北中和 也让中和成为更宜居城市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